我的膚質是不是量很多 假如你不想用美食APP的人 有難力的面容是 而且快速缺乎我們的按鈕 還有設護梯 烈尖急救 按進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盛天 就是面膜真的非常的多準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就是 假如你不想用美食APP的人 就應該要鋪這個 可若迪 鋪肌APP面膜 烈尖急救 香菇含靜帶 我覺得是蠻厲害的 七種植物萃取的植物精華 其實它這個面膜呢跟一般的 那個不滋鋪的面膜的面膜質 完全不同 然後呢 我覺得這個面膜是耗著耗在什麼 它 我覺得它算是彈力型的 有彈力的面膜質 它還會有一個藍色的 PP模鋪上去 鋪這個面膜呢 它跟一般的面膜呢 我覺得不但一樣的原因是因為 好的成分就搭上紅的面膜 它的效用就會變得不一樣 好來 一樣喔 調整我們的 臉型 所以你看喔 這裡 然後補貼它 直接黏住 我覺得它這個就是很黏愛 黏住 黏住對不對 敷完這種幾乳型的面膜 你不用再用APP程式 就是那種美肌程式 你就是直接可以進入手機源 這樣子的獎牌 裡面就是有一些修復成分 譬如說 藍樹啊 然後一些某某啊 它是屬於那種 修復肌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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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敷起來怎麼會讓它 我覺得有點放鬆 我覺得它成分就會有生存補碎 而且快速修復 如果我們的藍層 還有膚色附居 你不用敷到太久 只剩下15分鐘 這個面膜是不用洗的 這款面膜是不用洗的 突然 這個要撕掉 它膜全裂 全精華液全乾之後呢 你再擦放霜 就OK 你要擦到自己 是可以使用的 不用太膽心的時候 會起血 或是會讓你的皮膚 負重的感覺 好不好 當然喔 撕一半 給大家看一看一看 可以把我剛剛 before的照片 和before的影像 掉出來 你看 我的風景是不是亮很多 十二生態 非常的 精厚談論 你看 好久洗手了 你有沒有發現到 夜間企舊的ADB 真的超標準的大量 非常的薄厚 然後好吸收 因為 它就是環了我們真皮層的 有點算是真皮的面膜質材質 然後 快速的生活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真的 非常非常的厲害 最近給大家囉 最近給大家囉